今天录一期配将视频,先看匠面 魏国满红夏侯渊 值得注意 那么大概率是要围绕夏侯渊组渊骑或者尖凶骑 然后剩下一个甲许,可以留意一下 主国这边比较清晰一对麒麟弓 剩一个赵云,刚好跟甲许那边可能会组一个三十甲 魏国这边比较多,除了吴奇跟SP周瑜没有 其他主流的武将都有 虎城肯定是要走一对 然后看剩下的可能会组武枪或者天王弓 或者周瑜陆迅陈朴的一对弓 然后群雄这边一对群弓 因为这个是配完很久之后的了 所以匠面看着比较清晰明了 很多将都拿去给这些组好的阵容觉醒或者开兵输了 那么当我拿到这个号的时候 首先就要想第一队出什么 号主原来的阵容是陆迅无枪 把风势阵给占了 然而纵观整个匠面 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满红夏侯渊 所以第一队毫不犹豫地组了前期战功王的渊骑 夏侯渊曹操国家 裸一一骑或者百骑 折冲当风或者铁骑 虎抱骑风势阵 顺势就放弃了需要风势阵的白板无枪 前期打战功特别强的两队 一队是无奇 一队就是渊骑了 然而夏侯渊作为高概率卡 香香是赛季限定低概率卡 大部分不是很克的玩家 夏侯渊的红度都是比香香高很多的 所以满红夏侯渊在前期出一队打架很厉害的渊骑 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可否认 当前游戏版本非常偏向于吴国 不管是无枪、射击弓、草船弓、陆太鲁 这些都是从吴国里面出来的T0阵容 但是在T0的背后 是非常需要依赖 红度的支撑 顶级战法的支撑 以及圆护甲的支撑 说白了 就是高科玩家才能拥有的东西 而作为平民玩家 放弃白板吴国慢速队伍 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顺便说一下 浩主没有草船 第二队是群攻 浩主没有威谋 所以SP元少这里带的是卧星加纵兵的双震慑 也还不错 由于带了卧星 所以兵输一定要点胜战 这样第二回合有破坑的效果 让卧星的震慑几率更高 至于这里点了一手满勇飞勇 这三个战法都是没有智力加成的 点蛮勇就只是当做一个魔抗的存在 或者点圣鹅回血 其实也差不多的意思 SP朱骏依然是加了20点的速度 配合武当飞军 使得速度比大部分的陈朴 卢速要快 让为师必确的施放在减伤之前 接着是麒麟弓 这个队伍讲起来 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有意思在哪呢 因为大家提到麒麟弓 都是先想到带八门 那么其实三大减伤里面 军民、暂臂、八门 填两个的效果是最好的 而大部分带八门的原因 是为了共存其他队伍 例如满宠盾、无枪、设计弓等等 当然夺魂加八门也有一定的联动效果 可以说共存的比较舒服 但是很多人只记住了麒麟弓要带八门 而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下带的八门 所以就产生了一种麒麟弓一定要带八门的错觉 那么阴城也是一个道理 三大回学里面 瓜谷、草船、阴城 阴城也是作为共存的一个战法 它本身是没有办法跟瓜谷媲美的 诸葛亮的速度方面依然是微调了一下 使得诸葛亮的速度略微快过旁统 接着是虎城 当风加弯弓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戴法 市面上大部分的虎城会选择折冲 而我有时候会为了追求极致的进攻 而放弃了有部分保护能力的折冲 只能说有利有弊 大家思维不要太局限 没有人规定虎城弓一定要带折冲 最后是三是甲 暂必给到这堆的作用也是很明显 能够保护甲许 所以上面的麒麟弓选择了军名 赵羽玛就是破阵崛棋 没有崛棋的话还是在索象 然后没有橡斌 带了个整装回血 整体下来五队就配完了 关键点还是在于第一队的选择 以及放弃了白板的吴国慢速队伍 我是齐塔埃克 点赞投逼就是对我的最大支持 真打不然没有动力更新了